誰能夠找到我 在人海中流浪 等待愛 其實在參加選秀之前 我已經一個人 一個人走很久了 然後 就是 就是 有庭別哭 超強水秀節目聖令之王 歷經三個多月的比賽時間 終於迎來總決賽 而實力一直被看好的李有庭 這次拿出超感人創作的誰 真的是唱盡大家心坎裡 害怕伸出手 裝作 什麼都不想要 這樣也好 每天說服著自己 還在原地停留 等著你 也等著我自己 你若難懂 現在別再猶豫 走進我的心 誰 能夠找到我 在人海中流浪 等待愛 將我的輪廓填滿 誰 想要找到我 多麼希望擁有一個你 讓我知道存在 一百 一十九票 李有庭 恭喜李有庭 恭喜李有庭獲得 生靈之王第一季總冠軍 而這座冠軍 真的是相當不容易 回顧過去的九十七個比賽日子 他坦言在這條路 曾經想放棄 在導師合作賽這一輪 我最大的心得就是 有時候你想做的事情 不見得適合你 有庭他可能 不適合唱 太大眾的音樂 我覺得你唱你的創作 絕對是非常有魅力 我是一個創作的人 然後在那邊 唱別人 隔天有沒有把它唱好 那我到底留下來幹嗎 所以其實那時候一度 很想要棄賽 就想要逃跑這樣子 回到一個自己舒服的 表演的舞台 在錄合作賽的時候 是我在生靈之王的一個 很重大的轉折 因為在這樣的合作中 我更深入的了解 每個人的強項 所以覺得其實我們在這個舞台 然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 爆發的時候 而賽制的存在 其實目的 也是為了要讓 每個人的長處得以夠展現 九個人一起上的搭帖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棒 雖然我在裡面就是一個 跳舞的小弟 但是我覺得那樣子 把所有東西結在一起的秀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好 所以其實有在看的話會注意到 其實我在那一集之後 就開始比較會笑了 李又廷在比賽過程中 找到了自己 也讓蕭敬騰找到了他 我快哭了 我快哭了 我就連現在我都還想哭 怎麼講呢 我很感動 很感動 然後你剛才唱的 小小的 在那邊好像在房間裡也好 在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地方 但是我彷彿去到了一個宇宙這麼大 那個空間 那個空靈 那個氣場 是因你而牽動一切 所有人的心被你掛在一起 你中的我 我會願意 避浪一切的愛 誰 能夠找到我 在人海中流浪等待 愛 將我的輪廓填滿 誰 想要找到我 多麼希望擁有 一個 你 讓我值得 你的 寸水 存在 他 傑羅 謝謝友婷的演唱 謝謝大家 然後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奇特的一段過程 然後我從中學習到很多 然後我一定會成為一個 我副總網更好的表演者 然後我的夢想 就是能夠一直做音樂 對 做到很老很老的時候 誰能夠找到我 在人海中流浪等待 愛將我的輪廓填滿 誰想要找到我 多麼希望擁有一個你 讓我知道存在 你能否有種 容納每一種的我 我會願意 別浪一切都快 我會願意 不願意 為一個人 你為一個人 找到你 去找我